哈喽大家好 今天下午不是提前做了一个美国大选是吧 最终结果的一个预测吗 我说虽然现在有一些六七个州 当时我做的时候还有六七个州 还没开完票呢 当时我当时看了一下趋势 我说川普应该赢定了 我看我做完之后呢 这个很多人都说啊 这个做得不准 对吧 他说你啊少算了一个这个因素 什么呢 就是early voting还有mail voting 就是一个是提前投票 还有一个是邮寄选票 他说很多州啊 把这两种票呢 都是放到最后计算的 但是这两种票里面呢 很多还都是拜登的票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提前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太草率 说我 我个人是这样想的 这个 我个人觉得啊 目前美国大选进展到现在 一切都尽在川普的计算当中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如果说有印象的话啊 你关注美国大选的话 在美国大选投票之前 就有很多专家出来说了 他说这个最担心的一种情况 就是双方非常胶着啊 这个你争我夺非常激烈 到最后呢 拉不开距离 这个最麻烦 在这个最麻烦的里边 最危险的一种状况是什么呢 就是川普微弱 这个败选 这个票数非常接近 甚至在有一些州啊 这个很难计算 知道吧 可能就差一个点 甚至零点几个点 百分之啊 这种情况下 那么川普有可能就会采取一些 过激过激的做法 川普的这个过激的做法 川普之前 很早之前 人家就已经预告过了 对吧 人家就已经说了 邮寄选票 这个作弊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民主党 参与了很多 这个选票当中的猫腻 人家把这些话 很早就已经提前说出来了 说白了 说白了就是 他已经为了他 那接下来如果说他输的话 假如说输的话 他已经做好了舆论的基础 他已经做好了铺垫了 所以你看今天 川普为什么下午几点呢 是好像四五点吧 还是几点 不记得了 他就提前宣告他已经获胜了 而且他说 各州要停止计票 对吧 好像是四点啊 四点之后 美国三号的下午四点 四点之后的选票全作废 四点之前的 这个选票才算数 如果你按照这个算的话 那川普当然就赢了 对不对 那川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声明呢 分明就是他也知道 接下来 是吧 虽然说他是领先 暂时 但是呢 没有拉开 如果接下来 开的票都是 游记选票和提前投票的那部分 拜登的票仓的 拜登的票仓的话 川普可能自己心里都没底 他现在有些周 他就领先一个点两个点 对吧 还没开完 假如说像你们说的 是吧 这个都是游记选票 那川普自己心里也没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才说出了 四点以后的票就不算数 四点以前的票才叫有效票 所以我觉得 截止到现在 一切的这个进展 这个开票当中的结果 都是川普已经预料到的 会出现的这种情况 除非现在他是大幅领先拜登 或者拜登大幅领先于他 他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声明 和对外的讲话 对吧 但你看现在 美国是不是已经开始 我看现在新闻啊 有几个州已经开始乱了 已经有枪击案发生了 你看现在在白宫 白宫那个采访的记者 今天我看一个台湾记者 他说啊 现在记者在白宫采访 要被要求 必须要穿防弹衣 必须要穿防弹衣 你就可想而知 目前华盛顿也好 美国这个各个地方也好 多么紧张 川普要的就是这种紧张的气氛 知道吧 这个非常适合他 接下来 假如他一旦选票落后 被拜登逆转的话 他好操作 中间有空间 所以我看 最终 川普无论是他这个实打实的选票 赢了拜登 这个就没有说的了 拜登也只能认了 或者是拜登接下来 逆转 逆转川普 拜登赢 但是领先的幅度非常小 在这种情况下 今天川普不是也说了吗 咱们高院见 对吧 高院见什么意思 前段时间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不是川普提名 他们共和党的吗 那你高院见 说白了就是 等于是提前宣判了 你们民主党失败了 那还高院见什么 高院全是你的人 对吧 九个大法官六个是共和党的 三个才民主党的吗 6比3 你民主党稳输啊 川普稳赢啊 所以你看到没有 他这每一步 他前期他已经算计到了 他一步一步的 所以商人 还是聪明 还是聪明 他不傻 别看每天疯疯癫癫的 所以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说可以提前预测 川普能够获胜 当然你说我们正在一个开玩笑的角度 对吧 我们经常传建国传建国 对不对 再来四年 再折腾美国 这祖国派出去的特工 这是高级特工 这不经过训练 对不对 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吗 那是一般人吗 肯定不是 对吧 背后都有周密的周密的计划 一切都是按照我们预先设定好的程序在做 所以最后的结果也必然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对吧 当然后半段是我们 瞎胡说 前半段我觉得我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对不对 你看吧 跟之前很多的专家做出的这个判断是不是很像 对吧 是不是很像 所以我还是坚持啊 无论是在选票上川普实打实的横扫拜登 还是后来川普不认打到高院去 把这个结果 结果高院判下来还是川普赢 总之建国还有四年 咱们中国还有四年的国运 把握住 好 好